MING PAO TORROW 在幾個世紀以來 人類最初躺在乾草、羊皮上 現在躺在彈簧床 床也是跟隨著人類的智慧 不斷地儘快演變 雖然人的適應力很強 睡房的環境也會影響人的睡眠質素 所以如果要睡得好 我想我們也要營造一個好的睡眠氛圍 而一個好的睡房 我覺得一定要寧靜、鼻光和涼爽 這麼吵?怎麼睡? 想要安枕無憂 安靜的環境非常重要 雖然人類對噪音的敏感程度 因人然而異 但如果聲音一旦超過70分貝 就一定會刺激到神經系統 令你無法入睡 這樣便可以了 我現在已經沒有鼻子吹哭聲 為甚麼真的不能睡覺 有些聲音時間長了 可能會慢慢適應 譬如時鐘的滴答聲 樓下的電車聲 久而久之,你便會習慣了 熟悉的噪音一旦消失 都會影響你的睡眠 我的白身也很差 我想是我們剛搬新屋 你還沒適應新屋的環境 不如我帶你看看窗簾吧 好,我喜歡白色 其實你最好選擇深色的 因為有效阻擋到光線 還有,我買了個眼罩給你 你便可以睡得舒服一點 而且我做了一個研究 臥室的溫度最好是18至19度 而濕度最好是60至70% 你便可以睡得舒服一點 不如我們買個抽濕,好嗎 你也洗心 一個舒適的睡房 覆長應該選擇 令自己寧靜、輕鬆的色彩 例如很多人喜歡藍色 可以聯想到廣闊的大海 又或者綠色 可以聯想到寧寬的草原 還可以將旅行相 或者家人的相掛起 為自己營造一個舒適的睡眠環境